好 这节我们来看一下防腐蚀工程的施工技术 这一节的话一般也是一个选择题 偶尔考过案例题 但是这个案例题本身也不难 我们来看一下防腐蚀 防腐蚀它分为两个内容 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的施工方法 以及相应的施工技术要求 防腐蚀的话我们说它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把锈给它除掉 我们设备外面有铁锈 锈除掉 然后除完锈之后刷漆 这是两个流程 先除锈再刷漆 好 这部分也比较简单 基本上生活常识我们就可以涵盖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的施工方法 好 它来讲到了关于防腐蚀的一个类型 就是有哪些腐蚀 好 我们通读一下就好了 第一个按照金属腐蚀的基底分为化学腐蚀以及电化学腐蚀 第二按腐蚀的环境来分为 分为大气腐蚀 土壤腐蚀 海水 淡水腐蚀 化学介质腐蚀以及高温腐蚀 按照破坏的形态分为全面腐蚀 局部腐蚀 这里边没有太多重要的考点 就是作为常识的铺垫 然后再来看一下针对这些腐蚀的一个具体的措施 有哪些呢 第一个 介质处理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除锈 把它表面的这个锈脊给它除掉 第二 给它进行覆盖 覆盖刚才讲到的刷漆 给它涂料加涂层 你除了刷这种非金属的漆 还可以进行金属的涂层 比如说我们外面可以镀芯 可以增加进其他的像镁 钛 铝这种材质 也是一种很好的抗腐蚀的方法 或者加衬理 衬理待会我们会讲到 可以在管道的外部或者内部 衬上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叫衬理 里边衬上别的材料 比如说我在金属的管道里边 可以衬塑料 可以衬橡胶 可以衬其他的不容易腐蚀的 纤维一类的这种材料 就是可以很好的取长补短 我们在前面讲过PAP 铝素复合管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衬理非常类似的一种技术 第四 管道加这个防腐层 所以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进行相应的防腐的措施 第三 电化学保护 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应急保护 第四 添加这个缓湿剂 就是你减缓它的腐蚀的速度 添加这个缓湿剂 所以这个呢也是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具体的要求 防腐蚀的一个施工方法 它讲这个涂料的涂层 我们说这个结构呢 是有一点问题的 二件 有的时候我们教材好多地方 其实二件比一件的结构要好一点 我们一件经过了很多的变化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以前是一版 第一版 第二版 第四版 然后中间曾经一度我们的教材 达到了五百多页 接近六百页 以前就是早十年前吧 七八年 长期维持在三百多页 跟我们二件的结构很相似的 后来加四百页到五百多页 曾经一度接近六百页 现在又给它减回来了 要少一点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结构是有一点问题的 二件呢就很好 二件就很像早十年前的 一个一件的教材 结构还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一直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先除锈再刷漆 正常来说你先应该讲 怎么去除锈的再说刷漆 所以这个地方 它结构有一点问题 你可以理解它就可以了 它先说刷漆的事 涂料涂层 第一个刷涂法 刷涂是一种最简单的 手工涂装的方法 最传统古老的 比如说我们刷漆 它的优缺点也很明显了 优点就是便宜 方便 简单 成本低廉 但是缺点呢 就是效率低下 而且容易产生刷痕 基本上工业上 大面积的不会采用这个刷涂 架里边刷 刷家具啊 刷墙啊 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是工业上的话 一些补充 可以采用刷涂 刷涂法的一个缺点 就刚才讲到了 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 涂膜容易产生刷痕 外观欠佳 因此刷涂法 适用于小面积的涂装 然后第二 滚涂 滚涂法适用于 较大面积工件的涂装 较刷涂法效率高 我们说跟刷涂半斤八两吧 都是属于效率低下的 比如说 滚这个墙漆 在工业上用的也不多 那么工业上用的最多的 就是空气喷涂法 因此他说空气喷涂法 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涂装方法 可以考单选 问你最广泛的 就是空气喷涂法 它的优趣点也很明显 优点就是 相比刚才我们讲到的刷涂和滚涂 效率高很多 效率高 但是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缺陷的 我们工业上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空气喷涂 比如说汽车启重机的 外观上面的这些漆 都是用空气喷涂来完成的 它的缺点呢 就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工种 早退休的 容易得成肺病的这种工种 很多大的一些公司 有的公司它会外包 把这个外包给一些 小的作坊来做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最广泛的一种涂装方法 几乎可以适用于一切涂料品种 该方法的优点 刚才我们讲了 厚薄均匀 光滑平整的涂层 缺点是空气喷涂法 利用率低 容易对空气产生比较严重的 这个污染 属于有毒有害 容易得成肺病 退休的这种工种 这是空气喷涂法 然后高压无气喷涂法 教材没有展开它的缺点 全部的描述都是优点 所以你直接记一个结论 就可以了 全优点 高压无气喷涂的话 它相比我们刚才讲的 普通的空气喷涂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多了一个加压泵 多了加压泵之后呢 它的漆物的利用率就高了 它的这个漆物更细密 更细密 就不容易产生回弹了 所以利用率高 缺点呢 就是成本会相对高一些 高压无气喷涂 是使涂料通过加压泵 经过加压之后 经喷嘴小孔喷出 涂料高速离开喷嘴 扩散成极细的颗粒 而涂浮于弓箭表面 因为它颗粒更细 就不容易回弹了 所以浪费也小了 污染也小了 也少了 第二 高压无气喷涂的优点 你看它就没有说缺点 我说缺点就是成本要高一些 克服了一般空气喷涂时 发生涂料回弹 和大量气污飞扬的现象 不仅节省了气料 而且减少了污染 改善了劳动条件 工作效率较一般的空气喷涂 提高了数倍至十几倍 涂抹质量较好 因此适用于大面积的物体涂装 所以这里边都没有 特别晦涩难懂的内容 都是一些生活常识 很好理解 好 然后再来看 科大尔金属涂层 刚才里边讲的 主要都是非金属的 各种油漆 怎么给它刷上去 我们金属的话 金属热喷涂 根据热源不同 一般将金属热喷涂 分为燃烧法和电加热法 两大类 除了非金属的 我们有的金属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 你外面可以镀 可以用电镀的方法 也可以用加热的方法 可以是铁啊 铅啊 或者是钛 比如说我们讲 有的就玩那种改装车 还把车的外面 可以给它做成 其他的那种金属的涂层 钛的 显得就很好看 很洋气啊 好 你可以电镀上去 也可以它这边讲到的 燃烧法 电加热 比如说 我们把这种金属 铁啊 铅啊 给它做成粉末 粉末 然后加热的方式 给它喷涂到 我们弓箭的表面 所以金属也是一种 防腐蚀的方法 啊 就是金属涂层 刚才讲到 主要都是针对那些 非金属的油漆之类的 好 第二 金属热喷涂的工艺 它的工艺主要包括 第一 表面预处理 就是我们俗称的除锈 把锈剂除掉 所以我们说 它结构有点问题 你应该先说除锈 大家好理解 除完锈 然后再在表面 给它进行刷漆 喷涂 这一类的 第二热喷涂 热喷涂之后第三 后处理 第四 金加工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出完锈 喷涂 后处理 和金加工 第三 金属热喷涂的用材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一般有一定的 抗腐蚀 耐腐蚀能力的金属 比如说鑫 铝铝的合金 铝和铝铭合金 分为金属丝 或者金属粉末 这两种形式 就刚才讲到的 鑫铭铝 都是很好的 耐腐蚀的一些材料 当然你也可以用钛 那成本就会更高一些 好 然后括号大三 秤理 就我们刚才讲到的 在内部里边 秤上别的材料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秤理 是一种综合利用 不同材料的特性 具有较长使用寿命的 防腐方法 关键词 就是利用不同的材料 比如说 你看我们不锈钢里边 我可以秤塑料 其他的各种材质 我可以秤塑料 里边还可以秤橡胶 秤其他的一些纤维材质 我还可以秤水泥 有的这种金属的管道 外面是金属的 里边我还可以加上水泥 这样的材料 它的优点就是 取长补短 跟我们前面讲的 PAP 铝素复合管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既有金属的强度 我又有非金属塑料 不生锈 相应的一个优点 所以它的使用寿命 会更长 成本的话 相比这种单单一的材料 这种复合材料 要略微高一些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秤里的分类 第一个 快材秤里 就是它内部 可以秤上其他的 块状的材料 这个块状材料 一般这种树脂 水玻璃 它这种不生锈的 我们说利用这种 非金属不生锈的特性 都可以 快材秤里 一般采用胶泥 胶泥秤气法 就是土建的 像气墙一样的 给它 气上去的方法 在设备管道 及管件的内壁 采用胶泥 秤气 这个耐腐蚀的 砖板 等块状的材料 将腐蚀介质 与金属表面 进行隔离 采用 常常采用的 胶泥 有水玻璃 胶泥 树脂 胶泥 来进行相应的 这个块材的 秤气 很好理解 然后第二 纤维增强塑料 秤里的施工 纤维增强塑料 秤里是以 树脂 为 胶粘剂 以纤维 及其之物 为增强材料 铺贴 或喷射 而形成的设备 管道 秤 管道的秤里层 这就是纤维材料 纤维的话 它本身的这个材料 可以做成这种丝状的 也可以做成一段一段的 所以 你就能看懂它后面讲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铺贴法 或者喷射法 这是纤维的材料 纤维的特点 为什么叫纤维 纤维指的就是 它的直径 和它长度的这个 纵横比比较大的 就叫纤维 我们衣服很多都是 纤维的材质 好 铺贴法 用手工弧质 贴衬纤维增强塑料 可连续施工 或间断施工 或者是喷射 就我们说 像这种丝状的 做成一段一段的 加上那个树脂 胶给它喷上去 这就是我们 纤维的 纤维也有很好的 这个耐辅实的 耐辅实的一定特性 可以有无机的纤维的 也可以有有机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玻璃纤维 就是一种纤维的材料 然后第三 橡胶 橡胶也是 耐辅实的一个特性 好 橡胶秤里 采用的是 粘贴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就好理解了 就是在这个管道的内部 你沿着我们要的这个大小 来剪裁 剪裁了之后 一般给它粘上去的 应该给它施工上去 固定 粘上去之后 就可以起到一个 我们说取长不短的一个作用了 既有金属相应的特性 又有橡胶的特性 橡胶 我们前面在哪儿学过它呀 在电器材料里边讲过 它是很好的一种绝缘材料 有一定的腐蚀性 耐腐蚀性 橡胶采用的是粘贴法 把它粘上去的 把加工好的整块橡胶板 利用胶粘剂粘贴在金属表面上 接口以搭边方式粘合 关键词搭边 什么叫搭边 就是它们之间有重叠的地方 就叫搭边 搭边 橡胶秤里包括 加热流化橡胶秤里 第一 加热流化的方法 第二 自然流化的方法 和第三 预流化的橡胶秤里 它这边都有一个关键词 叫流化 所以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什么叫流化 流化就是在橡胶中 加入流化剂 这样能够让它不变年 不易折断 也称为熟橡胶 所以你没有加进去的时候 叫生橡胶 橡胶我们就是在这个橡胶墓里边 采集的嘛 所以天然的这个橡胶 还有可以人工合成的天然橡胶 像泰国 大家去旅游买那个橡胶枕 我们国家也产橡胶 云南 海南 都是产橡胶的 但是你这个橡胶直接拿出来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比较容易折断 比较脆 这个时候你要流化 加入流化剂 它才变成熟橡胶 你就可以做成很多东西了 做成我们的轮胎 各种材料 我们这种橡胶的材料 所以你要给它 加流化剂 所以怎么流化呢 你可以加热的方式 流化 可以自然流化 直接加入这个流化剂 也可以预流化的方法 来给它进行一个加工 你看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真多 各种这些化学的 还有生活的常识 好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橡胶称理 关键词粘贴 第四 塑料称理 好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方式 在管道里边可以称上塑料 塑料也有很好的耐腐蚀性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 硬距离锡 有极强的耐酸碱的腐蚀 三大硫酸 三大强酸 硫酸 盐酸 硝酸 强碱的腐蚀 它都不怕 所以 有很好的这个特性 塑料称理 是采用塑料板材 或管材 以焊接的方式 或者粘贴的方式 来称其在我们 设备管道内表面 粘贴 大家很好理解 用胶水来粘了 那有同学说 焊接 塑料也可以焊 比如说我们PVC管 非金属也可以叫焊 你把它融化了 加热融化了 它也叫焊 只是它的融点要低一些 金属也有焊接 非金属也有焊接 常用的塑料称理工程 包括软距离锡板 这个称理 浮塑料称理设备 和塑料称理设备 粗料称理管道 其中这个软硬没关系 就是它加的这个 软化剂的问题 硬的距离锡 和软的距离锡 它都有很好的 耐酸碱腐蚀的能力 好 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 你大致上需要知道 不同的称理的加工方法 就可以了 像刚刚讲到的橡胶粘贴 塑料的可以粘 也可以焊 第五 铅称理 好 铅 铅称理的方法有 称铅和糖铅 两种 铅这种金属 它也是一种很好的 耐酸碱腐蚀的金属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融点比较低 而且强度低很脆 铅不能够耐冲击 但是铅有很强的耐酸碱腐蚀的能力 所以你也可以在管道内部 称上铅 那既然你知道它的一个物理特性 待会儿它就讲到了 它不能用于一些受振动 受力比较大的场所 因为它比较脆 铅称理适用于长压或压力不高 温度较低 静载和作用下的工作设备 你看基本上跟我们的一一对应了 因为它融点低 所以你温度不能太高 因为它强度低脆 所以你必须要用在长压或者压力不高 静载和的作用下 是不是很好理解 那哪些地方是不可以的呢 真空 什么叫真空 我们说负压嘛 那不就是说明它还是受压的 负压 真空不可以 受振动的地方 有冲击的地方 这些是不适宜采用钳的 因为它比较脆 强度低 例如 钳称理常用在制作输送硫酸 好 刚才我们讲了 它有很强的耐酸碱腐射能力 输送硫酸的泵 管道和阀 等设施的称理上 所以这个教材里边讲到了五种称理 我们大致上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快材啊 橡胶啊 塑料 签 这一类的 好 然后再来看括号大四 应急保护 这个里边也没有太多重要的考点 这个主要对抗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电化学服饰 什么叫电化学服饰啊 你看我们这里边讲到了两种 它一个叫强制电流 应急保护 系统施工 一个叫强制电流 第二个叫牺牲阳急 应急保护 都有点绕 容易被绕进去 简单来说 关键词就是应急保护 它这里边有个概念 就是阳急和应急的概念啊 你看我们这里边有阳急和应急 他们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电位 一个是一个是这个正电位 阳急就是正电位 阴急就是负电位 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别是电位差 是不一样的 那阳急这边是容易发生氧化反应 负急这边容易发生还原反应 我们再给它简化一下 简单来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杂板 它这里边讲的钢杂板 在海水里边或者河水里边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杂板 比如说我们水利 水利工程有个杂板在这 它长期泡在海里边 它会生锈 加速生锈 比它在这个普通的空气中 生锈的速度要快 为什么 你在海水里边 海水有一定的腐蚀性 你会加速它的电子的丢失 就它这个电子的丢失速度会特别快 因此很快就腐蚀掉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减轻它的电子丢失的这个速度 好 它这里边讲到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采用的方法 就是辅助阳急 以及牺牲阳急 什么意思呢 一个就是我直接给它通电流 我给它加进去电子 我在这个钢杂板上面给它加电子 不就抵消掉它丢失电子吗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牺牲阳急 我用一些更活泼的金属 比如说鑫 鑫这种材料 它的活跃性 比我钢的活跃性更强 那好 它更活跃 那么它丢失电子的速度就更快 所以我这个新板是拿来让它腐蚀的 你腐蚀这个新板 它跟我们这个钢杂板相连通的情况下 它就成为加速丢失电子的这一部分 因为它的活泼性 它更活泼 而我们的钢更为惰性一点 就更不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而像我们这个辅助阳急 就是单独的给它加一个电流 我给它加进去电子 抵消掉它自己丢失的电子 这个就叫做应激保护 我们避免这个电化学腐蚀 简单来说都是避免电子的丢失 你要么就是给它加进去电子 要么就是用另外一个更活泼的 氧化性更强的材料来代替它腐蚀 好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这个概念了 所以我们来通读一下 第一个叫强制电流 就是我强制给它通入电流 我给它加进去这个电流 它这个阳急是不容的 只是为了形成一个电位差 不容的 所以强制电流有四部分组成 可以考一个选择题 其实这个内容也是很复杂的 化学的一个概念 大家也不用说 我要把它背下来掌握下来 实际上都没有考过选择题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概念 如果考的话 它可以怎么考 就可以问你强制电流 有哪四部分组成 而牺牲阳急是有三部分组成 你如果刚才概念听懂了 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个差别 我们看一下强制电流 第一 它有电源设备 第二 有辅助阳急 第三 有被保护的这个管道 与附属的这个设施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牺牲这个阳急 牺牲阳急的话 只有一 牺牲阳急 第二 被保护的这个管道 与三 附属设施 差别在哪儿 差别就在于 强制电流里边多了一个电源设备 就是专门给它通电的 加进去电流的 而这个阳急它是不牺牲的 只是为了形成电位差 是辅助的 其辅助作用的 而牺牲阳急 它就没有外界电源 它没有外界电源 直接让这个阳急活性更强的 就更活泼的 更活泼的这个金属 活泼金属 就是我们讲到牺牲阳急 活泼金属 它来成为丢失电子的这个源头 所以它有三部分组成 这样你就知道了 如果考选择题它怎么考呢 它就问你 以下属于强制电流组成的 你要选由电源设备 由辅助阳急 以下由这个牺牲阳急组成的 就有这个牺牲阳急 其他被保护设备和附属设施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 关于阴急保护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常用的牺牲阳急的材料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活泼金属 有哪些是比较活泼的 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 有以下这几个 鎂及鎂合金 是不是我们前面讲过呀 在汉阶里边也讲过 这种鎂啊 鎮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 鎂及鎂合金 鎮及鎮合金 鎂合金阳急 以及鎮复合式阳急 其中鎂合金阳急 主要用于海洋环境中 管道或设备的牺牲阳急保护 刚刚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就是海洋里边的 你保护这些钢杂板 我们就采用这个鑫 让它来丢失这个垫子 好我们看这部分考点清单 第一个涂料涂层 施工有何要求 金属热喷涂施工有何要求 快材 橡胶 称里有何要求 当然我们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大 不要求大家都能够复述出来 它具体的要求 其实就让你知道有这么多东西 这些都属于防腐蚀的一种措施 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一个模拟题 什么是属于最高效 且节省油料的喷涂方法 最高效 最节省高压物质喷涂了 对不对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这个是最好的 那如果问你最广泛呢 就选这个空气喷涂法 刷涂滚涂都是属于效率低下的 橡胶秤里采用什么施工 回忆一下 我们说橡胶要硫化之后 给它粘上去 对不对 所以粘贴 像它里边讲到的这个喷射呀 缠绕啊 这是谁的 那是纤维材料的 你就想一下 它们各自的造型 就能够把它想明白 选B 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考点 设备及管道防腐式工程的 施工技术要求 这个的话就一星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一节在讲怎么除锈 上面这个考点 已经讲了怎么去刷漆 所以我们说 它结构还是有点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防腐式工程施工 其中表面处理的工艺 所谓表面处理 就是我们俗称的 把锈给它除掉 目前设备及管道 表面处理的常用方法有 工具除锈 喷射 或抛射除锈 18年考过一次案例 就是考的这句话 所以我们说 即便这十年就考过一两次案例题 但是题目本身不难 因为只要你看了书 一定会看到这句话 可以把它写出来 剩下还是以选择题为主 好我们来结合这个图片来看一下 好工具除锈 工具除锈可以分为手动和动力工具除锈 这两种方法 手动工具包括钢丝刷 粗杀纸 铲刀 刮刀或类似的手工工具 动力工具包括旋转的钢丝刷 手动 电动的纱轮或除锈机等 好 这些都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 工具除锈它的特点呢 就是相对来说效率低下 比如说纱纸 纱轮 都适合于小面积的这个除锈啊 好 就是补充 补充所用的 然后喷射除锈 这个呢 是我们应用最广泛的 其实这部分除锈完全可以跟我们前面的喷漆 就是喷涂结合起来 你像这个砂纸就很像我们前面讲的刷涂 便宜 容易 简单 但是效率低下 而这个喷射呢 就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空气喷涂 用的是最广泛的 刚才那个最广泛的是空气喷涂 这个我们喷射也是用的最广泛 它的优点呢 就是效率高 但是呢 也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工种 早退休的 容易得成肺病的 这样的工种 喷射除锈是指用压缩空气将磨料高速喷射到金属表面 依靠磨料的冲击和研磨作用 将金属表面的铁锈和其他物物清除 这是第一个它的定义啊 第二 常以石英砂作为喷射用 喷射除锈用的磨料 所以也称为喷砂除锈 喷砂 第三 喷射除锈广泛用于施工现场设备管道 涂敷前的表面处理 所以它是用的最广泛的 工业上用的最多的喷射除锈 它利用的原理呢 就是利用这个石英砂 它表面的尖锐的部分来打磨我们弓箭 它的这个锈迹 把锈迹给它除掉 所以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污染性 而要注意用的是石英砂啊 石英砂有不同的颗粒的大小 有不同直径的 不能用海砂 因为海砂是有腐蚀性的 要用这个石英砂 好 这是关于喷射的定义 很简单 那它的特点呢 就是效率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大面积的钢结构的除锈 以及我们前面学过的锈罐 锈罐由一块一块钢板焊接而成 那么周期比较长 它外面生锈了 你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喷射的除锈 如果你用砂纸除锈或者砂轮 那周期可长了 没有个几个月 半年你都杀不完 但是你像你用我们砂纸杀 你还没有这边除完 它又反锈了 所以效率就很低下 我们要用大面积的这个喷射除锈 然后呢 再进行喷漆的处理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除锈的喷射 然后抛射 刚才喷射呢 也叫喷纱除锈 喷纱 喷的是实心纱 而抛射呢 也叫抛丸 抛丸处理 所以它们的戒指是不一样的 抛的是这个钢丸 就是钢珠 小的钢珠 好 我们看它的定义 第一个 抛射除锈法是利用高速旋转的液轮 将进入液轮枪体内的磨料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由开口处以45度到50度的角度定向抛出 射向被除锈的金属表面 第二 常以铸钢丸 就是这个钢珠 作为抛射除锈用的磨料 称为抛丸除锈 第三 抛射除锈主要用于 图敷车间弓箭的 弓箭的金属表面处理 好 它跟我们喷纱的一个 这个优缺点的一个对比呢 就是首先它们都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 喷纱的应用会更为广泛一点 然后抛射它的局限性 就是只是在车间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像我们的钢管 它的除锈或者是大面积的这种钢板 钢板的除锈可以用抛完 这个钢珠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这样的话就很好理解 都是一些生活常识 本身也没有太多重要的考点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表面处理的等级 刚才表面处理的等级的字母表示 SA和ST SA ST表面的这个等级的意思 这是英文的首字母 S就是surface surface表面 A是blast blast是爆炸 T是tour工具 所以SA什么意思呢 爆炸利用什么爆炸 空气爆炸 就是喷砂 喷砂利用空气作为动力 把这个砂给它喷出去 ST就是tour工具 工具出锈 首先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分类方式 有些人说太难记了 那我们不用记英文 你就记拼音就可以了 ST是有手 手就把它记住了 SA 撒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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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翘声音不分 我们不记英文 有些人说记得太头疼了 还记英文 那就记拼音了 ST就是有手 SA就是沙砂 一个是手工 手动 一个是喷砂 好 然后它这里边又讲到了 ST分为ST ST2 ST3 SA分为12 2.5和3 怎么来区分的呢 简单来说数字越大 除锈越狠 除的越彻底 但是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除锈是不是除的越狠越好 显然不是除的越狠越好 你除的太狠了之后 那么弓箭也被打磨掉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 既要把锈除掉 也要保证 不损伤我们的弓箭 保证它的毛纹深度 就是它的表面粗糙度 不要太高 好 因此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简单的 一个选择题的描述 ST2 是彻底的 关键词 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 刚才表面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 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 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 简单来说就是 锈脂除掉了 ST3 是非常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 刚才表面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 且没有附着的不牢的氧化皮 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 除锈应该比ST2更为彻底 机体显露部分的表面 应具有金属光泽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母材已经被打磨掉一部分了 已经显示出它内部的金属光泽了 好 这是ST的一个分类 然后再来看这个喷射 抛射 SA A就是我们说blast 空气爆炸 作为动力来源 对吧 这样来记得 沙沙 喷沙 喷射 抛射除锈的表面等级分为 SA1 SA2 2.5和3 注意它没有4 是SA2.5 有个2.5 同样它的定义很简单 我们记关键词就可以了 不给大家一一念了 SA1是轻度的 喷射 抛射除锈 SA2是彻底的 跟我们刚刚ST3是对应上的哦 SAT2是对应上的 彻底的 SA2.5是非常彻底的 好 你回忆一下 刚才ST3是哪个 ST3就是非常彻底的 而SA3是使金属表观洁净的 喷射 抛射除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已经打磨掉不少 我们的母材表面了 已经显露很洁净的 内部的光洁的金属表面了 好 所以如果考选择题很简单 它就问你 这个非常彻底的 手工的你要选ST3 非常彻底的喷射 抛射 你要选SA2.5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再来看 夸射大尔防腐蚀层的 施工工艺 这里边有一些小的数据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 涂料的涂层 施工环境的一个要求 就是关于温湿度的一些要求 第一个 施工环境温度 一为10到30摄氏度 就是涂料涂层的时候 温度不宜过低 会影响它的这个干燥 也不宜温度过高 10到30度 相对湿度不宜大于85% 或被覆盖的 会被被涂敷的 机体表面温度 应比露点温度要高 30摄氏度 又出现我们讲到 这个露点温度 也就是空气湿度过大 凝结成水的这个温度 简单来说就是 温度和湿度都要适宜 温度的话范围比较广 然后湿度要求 湿度不宜过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湿度过大 还有我们讲到这个露点温度 都快结露珠了 那你这个时候 已经要返锈了 就你等于边 你边除锈 它边再上锈 因为 金属生锈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就是有水有空气 这两个环境 如果你完全干燥的空气 它是不容易生锈的 有水有空气 是我们生锈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它这里边 强调了一个湿度的要求 第二 防腐蚀涂层全部涂装 结束后应按照规定时间进行养护后 方可交付使用 这也是属于常识性的一个问题了 防腐蚀涂层 比如说你家里边刷墙漆 你刷第二层的时候 是不是得等第一层干透啊 你不干透 缺点是什么 就你没有干透 你就着急涂第二层的话 它会翻泡 最后会起泡 原因就是里边的水蒸气 它没有释放 那怎么办 它释放不出来 它不就藏在里边了吗 所以你要等它所有的水蒸气 湿气全部释放掉 干透了 再涂这个第二层 再继续涂服后面的这个要求 所以这是养护的一个要求 第三 机体表面处理等级要符合要求 刚才我强调了 这个处理的不是越狠越好 你既要保证锈除掉 也要保证不影响我们金属本身的 这个表面的它的粗糙度 机体表面的凹凸不平 焊接波纹和非圆弧拐角处 这些地方应采用耐斧式束纸 配置的逆子进行修补 也属于常识心的一个要求了 好 第四 涂料应在储存期间使用 因为时间久了之后 它就过了它的这个使用的期限了 就是过了这个保质期了啊 采用双组份的涂料 应按质量比进行配置 并应搅拌均匀 就按照厂家的要求 按照这个配比来进行配合就可以了 有的涂料它要求你加水 你按照厂家的要求来加水 第五 涂层因均匀 不得漏涂或误涂 涂肤的厚度层数 以及前层涂膜与后一层涂膜 间隔时间 应该按不同涂料的涂肤工艺要求来确定 它这边讲到的厚度层数 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间隔时间 你必须要等前一层完全干了 才能涂这个下一层 第六 浮涂料 复芯涂料 以采用喷涂法进行施工 这个稍微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作为一个单选来掌握 浮涂料 复芯的涂料 适合采用喷涂法 好 第二 金属热喷涂层 刚刚针对的呢 就是我们不特别说明 就是非金属的那些各种油漆 现在在针对这个 金属的芯啊 铁啊 这些热喷涂加热喷涂的 一些方法 好 我们通读一下 第一 施工前应该对热喷涂的设备 进行检查和实验 都是大白话了 第二 机体表面处理等级 及粗糙度符合规定 我们讲了 不是出的越狠越好 你要表面就要处理 也要保证它的粗糙度达标 第三 设计厚度等于 或大于0.1毫米的涂层 要分层喷涂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看0.1小 但是作为涂层来说 0.1已经算厚了 已经算比较厚了 所以超过0.1的时候 必须要分层进行喷涂了 第四 难以施工的部位 要先进行喷涂 这个也是属于常识性的问题 我们喷涂也好 绝热也好 都是困难施工的先来进行 第五 施工过程中 要进行涂层的外观 厚度以及结合性的 中间质量的检查 第六 应在涂层检查合格后 及时进行涂料的封闭 关键词封闭 当涂层受潮的时候 不得进行封闭 我刚才也给大家解释这个概念了 你受潮的时候 你封闭了之后 它的这个湿气 水蒸气是散发不出来的 就会鼓泡 影响我们的质量 所以这部分 基本上没有太多 困难难以理解的一些支点 都是比较好理解的 本身考点也不多 好 然后再来看衬理 衬理它这边讲的不同的衬理 有快材的 有纤维的这些 它的一个施工方法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第一个快材衬理 好 我们通读一下 第一 设备接管 内部衬管的施工 应在设备本体 趁其前进行 先进行内部的 接管内部的 再进行本体的施工 第二 当采用束纸 胶泥趁其快材的时候 要先在设备管道表面 均匀涂刷束纸 进行封底料 涂刷这个束纸 束纸的封底料 要涂一遍 然后第三 快材趁其前 应先进行试排 就是要板一下 它的一个 这个结合配合的情况 趁其时 顺序应由低到高 这个我们前面 是不是给大家看了那个图啊 就是快材称里的 前面在快材的那个图里边 很好理解 从低到高 就跟气砖气墙的原理是一样的 他说 阴面处 立面快材 应压住平面快材 阳角处 平面快材 应压住立面快材 这句话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这个 气 气地砖 这个经验就能读懂这句话 我们来画一下图就可以了 阴面 这是阴面 就是墙体了 这是墙体 这阴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象成磁砖了 那你 你这有一块砖 这有一块砖 你想一下 先 先气哪个 后气哪个 他说了 立面压平面 立面压平面 所以应该是 先气这个 然后这块压它 这是他们结合的地方 好 然后再来看阳角处 阳角处 这是墙体了 我要在这个外面 弄这个砖了 好这个时候 你是先这个 还是先这个 他说的是平面 压力面 这个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 一下子你就能够理解了 就是所有的结合面 最好都是 都是 都是横向的 所有结合面都是横向的 如果我们重新画 其他另外一种画法 这样子来画的话 就是这样子 就他的结合面在这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他的结合面 这样容易渗水 往这个里边容易渗水 所以 他的结合面 都是横面的 你一画图就能够看懂 他的一个意思 或者我们在 弃地砖的时候 一个 一个通俗的说法 叫上压下 上压下 好 第四 当在立面 称气快材时 一次称气的高度 应以不变形为限 待凝固后 再继续施工 当在平面 称气快材的时候 应采取防止滑动的措施 好 这些都比较好理解 然后我们再来看纤维 纤维增强称理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过了 纤维 它可以是板材 也可以是这种纤维的材料 给它喷出去 也可以缠绕的方法 加上竖纸 所以他这里边讲了 可以手工糊制 间断法 施工连续法 或者喷射法 跟我们前面的内容是 重复的 只是他这里边讲了 更细化的一些数据的要求 这些时间啊 多少层啊 多少这个 间距的一个要求 手工糊制 封底层和修补层 自然固化时间 不宜少于24小时 好 有点印象就可以了 一天一夜 第二 间断法 上一层固化 24小时后 因修整表面 再铺衬以下各层 第三 连续法 平面和立面 一次连续铺衬的层数 或厚度 层数不宜超过三层 有点印象就可以了 不超过三层 厚度以不产生滑移 固化后不起壳 或脱层 来进行确定 第四 喷涂法 将玻璃纤维 五碾粗纱 切成 25到30毫米的长度 我们前面看过这个纤维 一圈一圈的 我们讲纤维的定义 就是指它的这个 它的长度和直径 就是纵横比 比较大的 这种就叫纤维 给它切成多少 25到30毫米 就是这么长一段 就是2到3公分 这样的一个 比较小的一段一段的 然后给它加上竖纸 一起喷到我们的表面 与竖纸一起喷射到 金属表面 喷涂的厚度 与纤维含量 要符合规定 所以这里边 也没有太多重要的烤点 简单来说 就是称里的话 有个24小时的规定 然后厚度不超过三层 以及长度是 25到30毫米 好 我们看一下这部分的 考点清单 表面处理的方法 手工喷射 抛射除锈 除锈嘛 把表面处理理解成 除锈就可以了 然后 关于ST3和SA2 等级的一个要求 回忆一下 我们强调了 ST3是非常彻底的 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 SA2是彻底的 喷射或抛射除锈 而SA2.5是非常彻底的 SA3呢 就是使金属表冠洁净的 就已经打磨掉一层 我们母材了 第四表面处理的要求 哪些 这个我们不做太多要求 东西比较多 比较砸 而且性价比极其一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考题 10年考的 很早了 十几年前的题了 问你SA2.5的除锈方式 是什么 你倒不考你级别 SA4.3 喷射 直接选喷射就可以了 很简单 选B对不对 其实你看S 手工叫ST 喷射 喷射叫SA 其实火焰和化学也有简称 火焰就是fire F的那种 也是英文的简称 好 选B 然后18年问 钢筒外表面除锈 采取哪种方法 钢筒的外表面 喷射或者抛射除锈了 喷射抛射除锈 如果你用砂纸 你得砂到什么时候去了 面积太大了 所以用喷射抛射除锈 这就是我们 就考过这次相应的案例题 然后一个模拟的单选 金属表面防腐蚀 预处理的要求正确的 有 高于露点温度 三摄氏度以上 没有问题 湿度 超过85% 要停止除锈 那你60%就停止除锈 要求有点太高了 我们你看这个季节 不同的季节 你像夏季的时候 夏季的时候 南北方的湿度 很多时候都已经超过 达到50 60了 那你还不让人 还不让人除锈了 那85%什么概念 你湿度再大就该下雨了 空气中的 这个湿气已经饱和了 所以你自己能推理 也能把它推出来 就60%是人体 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 3 40%就很干燥了 感觉皮肤就不舒服了 C 海沙 我们说了 海沙不可以 石阴沙 海沙有腐蚀性 边喷就在边腐蚀了 D 金属表面 因除锈彻底打磨光滑 这个我是不是刚刚 专门强调了 除锈不是除的越狠越好 你还要保证 我们金属表面的一种保护 既要除锈 也要有表面的防护 所以这道题选 还是比较明确的 好 我们湿度是85% 刚才强调了 你讲60 那你要求太高了 我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不能干活的了 好 然后一个单选 ST2采用 ST是有手 手工的手 直接选D就可以了 跟我们10年那个真题很像 很相似 一个模拟题 直接选D就可以了 好 这一节的知识点 大致上就是防腐蚀 它的施工方法和技术要求 没有哪一个特别突出的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你要知道 它先除锈 然后再刷漆 基本上以生活常识为主 也就一个选择题 所以这一节的话 大家学起来应该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